那接下来我们刚刚了解到了所有关于广告主体的一个撰写之后呢 其实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个广告的传播方式是系列广告的一个创作 那系列广告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单向次的输出的过程当中 发现一个单一的视频广告或者是单一的这个平面广告 可能没有办法帮我们完成所有我们想要传达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概念 以及是说单一的一个广告的形象可能对于用户的记忆点来讲 是一个比较难抓住用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会采取以系列广告的创意的方式 让这个用户能够更多的去记住我们的广告 记住我们的品牌 那什么时候我们会需要系列广告的创作呢 第一种类型就是当我们在同一个品牌下面有多个产品或者有多个产品信息需要传达的时候 通过单一的广告是没有办法全部表达的时候 我们会采用系列广告的方式来输出我们的品牌和价值观 那第二种叫做单一广告 我们如果播放了太多次如果大家已经出现了这种审美上的疲劳已经不愿意再看你的这个这个单一 频次过高的广告的时候我们会采用新的系列型的广告来给大家进行这个传播的沟通 那第三种就是因为我们不同的这种作品产生的多个角度会有更加丰富的一个合力在这个传播当中去显现 形成更加强烈的以及并列性的这样的信息能够激发用户的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关于品牌和产品的想象力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这样的系列广告的方式来进行创作 那它分为几种类型的形式可以给大家进行参考 第一种叫做并列式 并列式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某一个广告信息之下 我们相互没有很大的冲突和地际的关系 但是因为我们的用户画像不同 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不同 我们会做作为一个并列式的一个创意的方式 那这个地方的给大家给到大家的一个事例 就是支付宝在它支付宝十年的时候 以它的不同的产品的一个利益点 以及不同的这个用户画像来进行这个核心的一个概念的输出 那比如说左边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男生 可能年轻的男生的一个形象 然后他以业绩从未紧进前三支出却战胜了91%的人 那其实是用的一个年轻男生作为一个画像来输出他的概念 那右边的这个可能就比较偏向是这个年轻的主妇 那他在利用了支付宝十年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更清晰的知道他自己的账单 那他的广告语是看数字都说你败家 打开账单才知道你有多持家赞一个 那其实他是更加在输出给这个 这个年轻的刚刚结婚的这种小家庭里面的女生 来输出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那中间的这个广告 其实就你会发现它是更年轻的一个女性群体的一个形象 所以当你的目标用户以及你希望打动的用户群体的形象差距 有一定分类的时候 那可以用这种并列的广告式来逐渐的去用你的产品 给你的用户来进行贴标签 那还有一种是这个我们因为有了不同的广告商 因为我们有了不同的合作方 但是我们希望表达同一个产品概念的时候 我们也许会使用到这样的一个并列式的一个系列广告的创意 比如说这个支付宝 他在希望能够让他的用户了解到他是很安全的 支付没有问题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他选择了几个合以在安全问题上 跟他有共同的一个产品价值观输出的 这样的一些品牌方跟合作方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中间这个 他跟杜雷斯做了一个合作的这种安全问题的一个广告 包括右侧的这个Mini中国 跟Mini做了一些关于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广告 其实他都是在希望能够通过跨品类的方式 来彰显支付宝本身的一个安全问题的价值 在用户当中的一个传播跟输出 所以在这个时候也会采取这种并列式的广告来进行创意 那另一种方式呢叫做统一的一个信息的传达 这种类型的这样的广告的话 往往是有很多种的形式 但是传递的是同一个性质的信息 通过不同的画面的一个变化 那文案的这个方式 甚至是设计 甚至是这个所设计的这个 所占据的这个位置 没有太大的一个浮动 但是你通过主画面的一个调整 来给到大家一个新鲜感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依然是举了一个 Keep这一次的系列广告的一个创意是非常成功的 那他以自律给我自由 里面去更换每一个运动 运动者的一个形象 然后来以这种新鲜感 给到用户一个 感觉上是很丰富的一个信息 还有一种类型的系列广告 叫连续的讲述型 那这种是比较适用于在于说 我们本身就有一些核心的 能够发生的人或者是事情 在当中给出一些观点 然后有多种形象和故事线并列的一个感受 层层的递进 然后为用户去阐述你的产品 或者品牌的信息 比较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这里举到的 这个奇葩说的一个系列广告的例子 那他用他奇葩说当中的 所有的变手形象作为一个核心 每一个人都放了一句 他所说过的金句 或者是很符合他人设定位的 这样的一个文案在上面 然后通过不同的人 不同的这种口吻 去传递奇葩说的一个价值观 我们经常说像奇葩说这样的节目 之所以他能够很兴盛 或者是能够被大家认可 并不是因为他当下的是高晓松 还是马东 还是蔡刚勇 还是任何一个人 而是因为他在这个平台上 可以有更多的人 更多样的观点 更多样的价值观去输出 那其实他在用这种系列广告的形式 就在完成这种多种观点 百家争鸣 百家百花齐放的这么样一个状态 去传递给他的这个用户 那在连续讲述这种类型的一个广告里面 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也是默默的一个案例 就是他在他的整个品牌的一个定调的 转换的过程当中 采取了一个这种海报的设计 你会发现他的文案 也是通过帮助用户去传达 他内心的一些小的OS 或者小的内心系的独白 来完成了这种层层递进的一个 关于他的产品的一个阐述 比如说没完反复说去洗澡了 可我没有洁癖 也是用户的一个口吻 在输出这种价值观 想不到不俗的开场白 只好盯着你的头像发呆 那也是一个很内心的OS 所以他这整个一个系列的广告 在文案上面都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然后在设计上面的 都是用动物的形态 然后用统一的一个设计风格 然后最终对不对位一目了然 这样的一个slogan作为结语 完成了他这一次系列广告的一个创作 那总结一下系列广告的特点 主要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我们从世界角度来讲 会发现它的版式是相同的 文案风格和画面的风格也是一致的 标题和文案还有正文和slogan 所表达的这种核心的概念也是相同的 只不过会有多个的产品利益点 和多个的创意形式来 只是在形式上或者是在这个文案输出上 会有一些不同方式的表达 那整个文案的风格的创意方式 跟它的表述方式也是相似的 那如果在进行系列广告的创意过程当中 首先一个是要确定广告的目标 是不是有这种 你本次传播目标 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表达和概念的希望 来通过这次广告的输出 如果你本身没有那么丰富的一个概念的话 那建议大家是可以不需要通过系列广告 通过单一的广告其实传递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就是首先要完成整体的一个风格的确定 就是你这一次是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核心概念 比如说像支付宝 它要传递一个安全概念 那它可能就会从安全这个核心点来出发 去触发可以跟它一起产生这个观点 这个核心价值观的一些其他类型的品牌 那单篇的广告信息也可以进行分类的创意 那比如说原本的我们这个像刚刚我们说的 自律给人自由的Keep的这个广告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单一的广告信息 但是只是它在不同的分类里面 会做不同的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输出 那我们可以先去构思单篇的广告文案 当这个单篇广告文案已经可以验证 可以成为模板 可以被复用到其他系列广告当中的时候 那这样创意的过程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 那总结一下 其实我们这一章讲的内容是比较多的 那因为它的标题是关于营销广告文案创意的和撰写 那在这个下半部分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撰写的一些技巧 那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我们整个的营销广告的组成的结构 标准化的一个营销广告 应该由哪些方面和哪些部分来组成 那接下来我们逐一的就我们的广告的标题 广告的正文 广告的一个品牌slogan 以及我们的用户的引导信息 来进行逐一的一个概念的阐释和技巧的一个方式的介绍 那最后一个部分是我们关于系列广告的一个创作 那系列广告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会被使用到的一种形式 那大家也可以尝试的不断的去延展去创意 给大家留到的一个作业 其实是帮助大家去训练我们这整章的课程当中 讲到的一些技巧的部分 那也是可以为自己的现在正在服务的产品或者品牌 创作一条完整的广告的创意 那这个里面就要有我们的刚才说的我的主标题 有正文 有slogan 有用户的引导信息 有这个品牌的名称 包括产品的主体和以及画面 你想要怎么样的呈现来去做一个这种整体的一个创意的描述 也可以尝试进行一些系列广告的一个创意的过程 那如果是说你觉得你现在对你自己的产品或者正在服务的品牌 没有任何的sense 那你也可以像我们上节课说的一样 你可以以我们这次的文案训练营和文案课作为一个产品 来完成一次广告的一个创意和撰写 也要含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所有广告的一个组成的部分 然后去尝试进行系列广告的一个创意 那在这一章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参考类的书籍 那因为整个其实营销广告的一个创意跟技巧上面 我坦白讲 其实作为文案工作者也是需要考量画面的一个呈现跟设计的 所以在这边给大家推荐到的书籍也有两本是可以跟这个设计相关联的一个书 叫做这个设计好在哪 它分为一二两册 那里面有很多的好的案例告诉你怎么样去通过视觉的展现和文案的一个配合 来完成一次好的创意的展现 那还有两本书是一本叫做我就是品牌 这本书是台湾的台版的一个书籍 然后里面其实有很详尽的介绍了一些关于品牌营销的一些内容 那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广告的整个创意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很基础性的需要我们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知识 还有一个书籍其实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有趣的一些部分 叫做关于人生的莎士比亚的神回复 这个书挺有意思的 里面可能会给你一些创意的灵感 或者是回答问题的一些方向 或者是撰写文案的一些契机 那这几本书的话 大家可以如果喜欢的话 或者是有时间可以在私下里面去进行这样阅读或者是查阅 那我们也可以在稍后之后的一些答疑环节 或者是交流环节上 在这个读书会上我们可以再进行二次的一个分享 那基本上整个这一章的关于营销广告的一个创意和撰写的下半部分 内容介绍就是这样